親眼目睹了成千上萬的鮭魚灰油 也平常第一次看見棕熊吃早餐 面對億萬年前的冰川 彷彿來到了潘多拉星球 雲霧突然炸開 億萬年前的冰河展現在眼前 荒野高速偶遇黑熊橫穿馬路 昨晚入住了20加幣一晚的湖濱營地 今天是北極之星的第三天 太精彩了一天 現在是8月29號早晨9點 現在我們要去距離營地8分鐘車程的 阿拉斯加小鎮海德 去看鮭魚灰油還有棕熊吃魚 就是吃灰油的鮭魚 然後在海德小鎮繼續往里走 去看千年冰川萬年冰河 今天的行程只有鮭魚灰油是肯定看得到的 其他都要看有運氣了 左邊的小房子是加拿大海關 我們這邊是進入美國阿拉斯加的路 這邊沒有海關 在這停下來 正對面正中央悬挂的就是 阿拉斯加海德歡迎你 這是美國阿拉斯加的一個小鎮 人口80多人 據說冬天的時候還不足80多人 這個小鎮非常有意思 它跟美國的其他地方沒有任何公路相連 然後鎮子裡的幾乎所有的補給 都是從加拿大輸入的 而且在這個小鎮呢 使用加幣跟使用美元一樣受懷疑 當然小鎮的孩子們上學 也是去加拿大那邊上學 在疫情嚴重的時候呢 加拿大的海關封閉了跟美國之間的這個邊境 這個小鎮還跨著橫幅 在加拿大邊境進行遊行 因為他們的孩子不能到加拿大那邊去上學了 也就是說這個小鎮的吃喝拉撒 包括電力的供給 都是由加拿大提供的 但是它卻屬於美國 屬於美國阿拉斯加的一個小鎮 它與美國的其他的地方沒有任何的相連 我們到了今天第一個目的地 就是鮭魚的觀察點 每年秋季鮭魚會從這裡回遊 成千上萬 他們在這甩完子的產完卵之後呢 就結束他們這個一生的生命了 在這有一個巨大的獎賞 如果你看鮭魚常規項目的同時呢 能看見棕熊烈食鮭魚 那你就算是非常幸運的一個遊客了 這麼多人在這看什麼我們過去看一眼啊 哇塞 一隻棕熊 據說呢這些棕熊他們只吃這個鮭魚的腹部 頭尾他都不吃 因為他們要盡快準備冬眠 而且呢他們也很少下河去抓活著的那個鮭魚 他嫌麻煩 都到那個河邊上找一些瀕臨死亡 但還有一口氣尚在的這些鮭魚來吃 同時呢後面那些海鷗還有狼啊鷹啊 他們也在獵食這個鮭魚 當然了大多數也都是吃這個已經死去的這個鮭魚 尤其像這個海鷗 他們一般就吃這個鮭魚 是剩下的這個鮭魚的一些食物 在這兒看那個鮭魚回油呢 是需要門票的 因為他只有在每年的八月底到九月中旬 是鮭魚回油的基金 然後這個季節是收費的 一天的門票你可以來無數次 是美元五美金 你只能在網上訂 現場是不買票的 這個棕熊的體型明顯比黑熊大很多 而且棕熊的性情也比較凶猛 好像黑熊好像還帶了一點兒憨憨的氣 這隻棕熊從剛才的稍微遠一點兒的地方 現在走到了我們所站的這個呆呆的夏蕾 好 據說這個棕熊一般吃飽之後他就走了 所以呢這個時間很短 等於現在是他的早餐時間 吃完飯之後他就要離開這兒了 經過一番動遊習慣 他現在位置就在我們站著的戴客下面 哇 他這一個眼神可不得了 因為他已經在關注著站在戴客上的這些遊客 知道什麼後果嗎 馬上 兩名拿著熊盆的公共委員 讓全體的這些遊客都靠後 可是那個熊盆已經煎在線上了 把那個保險都已經打開了 你看他們手裡都披著的都是那個熊盆 看來這個曾經有熊可能 做過一些比較危險的行動 或者有人受過傷應該是這樣 那熊這個東西看似笨著的 他們在爬樹登高的時候 動作是十分靈敏 那他是一點都不笨 就在剛才熊望著我們那個眼神之後 兩名工作人員立刻讓我們全體人員靠後 因為他現在以這個站在上太急了 還好 轉身走了 離開了 過河道那邊去 過河道那邊去 因為這隻棕熊剛剛站的那個位置 如果他向這個遊客發起攻擊的話 那就是幾秒鐘 他就能爬上這個大概有兩米多高的這個露台 所以說剛才的那個情形 尤其他眼睛望著這些遊人的那一瞬間 其實是很危險的那一時刻 因為之前他從遠處向這個露台這邊走過來的時候 一個工作人員就開始用對角機 小聲的呼叫他的同伴 剛才這個熊的一個眼神 然後兩個工作人員這種緊張的程度 我才意識到原來看這個東西 雖然我們站在那個露台上 其實那個安全系數並不是很高 看看鮭魚灰油啊 一時在頂著這隻熊 你看這河裡頭這個黑乎乎的這個東西 就都是成千上萬的鮭魚回來產卵的 車的太太太太 車的太太太 很開心 又是降人的 不是很濃烈的 雙手 我聽聞沒有煮餅 才會聞到 我感覺到了 那这只棕熊进树林了 我们也再看一眼 鲑鱼就准备离开这了 那在离开的时候呢 工作人员还是全程护送 首领熊喷 因为这只熊 现在已经不在我们视野当中 不知道它一会儿会在哪儿出现 所以我们的警察性一直就放松 我们被护送到停车场 并被主妇马上上车 看过了鲑鱼和棕熊吃鲑鱼之后 我们继续向大山伸出行驶 这里边是叫鲑鱼冰川 鲑鱼冰河 这儿的特点就是很少能见得到 很多游客也是进来之后空手而归 我们今天进山也不是很乐观 这云雾缭绕 哪儿都看得是朦朦隆隆 都不是很清晰 路况也不是很好 不管最终能不能看到 现在所看见的景色已经足够了 很漂亮 而且路边有很多这种瀑布 大大小小 这块是属于北太平洋雨林气候 哇 云雾加上这些大大小小的 远远近近的瀑布 简直仿佛来到了潘多拉星球 哇塞 这人品啊 冰川 清清楚楚 悠行古 刚刚还云里雾里什么都看不太清楚 这瞬间就烟消云散 归于冰川 呈现在眼前 太幸运了 看过冰川 我们继续前行 下一个目的地是冰河 归于冰河 这一路上还是这种潘多拉星球的景色 但是这次不是很乐观 到了山顶 周围一片白茫茫 什么也看不见 正在我们互相交流 遗憾的时候 突然间天光放亮 万年冰河瞬间就在眼前 冰河的缝隙 冰河流动的痕迹 冰河上起起伏伏的纹理 看得清清楚楚 震撼力十足 从这纹理上我就感觉这种冰河应该是在亿万年前瞬间被冻结的 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清晰的流淌的这种痕迹 而且它已经化了融化了很多年 这个冰河一直在缩小缩小 但是当初流淌的这个纹理依然清晰可见 猜想当初的大自然应该是瞬间就冰封千里 要不然不会有这样的流淌纹理 看完冰河发现车被蚊子围攻了 都说阿拉斯加蚊子能抬着人走 他这要抬着车走吗 回来的路上又是云雾缭绕 两侧又都是大大小小的溪流 瀑布 这还有一只肥瘦的土拨树 下山途中 冰河的尽头也出现了 虽然有些朦胧 这就是冰河消融的地方 下边就是河水 回到加拿大境内 这是Steward港 云雾缭绕 这边是北太平洋雨林气候 好像常年就是这样 雾气大 很多树上长的那种 像胡须一样的那种东西 只有雨林的一个特有的一种植物 这趟旅程是太平洋雨林与冰川 之前的铜框 最后在Steward河流的入海口 这有一个鸟类的栖息地 在这站了一脚 准备看看有没有什么鸟能拍一拍 但是一无所获 一个鸟毛也没看见 拍两张风景照 从这里出发 我们将继续一路向北 尽管是八月末 这里已经秋色正浓了 这种巨无霸一样的野花 开的时候应该很壮观 灰城的路上 这遇上的第一只熊 因为这个37号公路也被誉为熊公路 就这条路上熊特别多 这是我们今天遇到的第一只黑熊 它在马路上闲逛 然后我们也不想打扰它 离它挺远的距离 慢慢跟着它 然后它发现我们在跟着它之后 它就跑掉了 很快我们又遇到了另一只 也是距离它很远 我们就把车的速度放得很慢很慢 它在马路上这个神态有点像 在等待着它的同伴的那种感觉 对面也来了一个车 所以它站在这不知道 往哪个方向走了好像是 这只黑熊有点大 比刚刚我们看到那只要大一些 走了 另一只熊并没有出现 继续一路向北 天空这种蓝 据说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北极蓝 蓝的特别干净 颜色并不是很深 路边的野花现在开的正盛 因为这种野花可能就是这一带特有的吧 已经延绵很多公里了 傍晚我们入住了一个湖滨的省力公园营地 20块钱一个晚上 享受这种环境还是很不错的 买过早饭 然后这还遇到了一个很古老的亚水景 搬着湖边美丽的夕阳 我们结束了北极之行的第三天 今天的行程确实很累很辛苦 收获满满